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AN是地帧 它有上界 它是一个比一个大的 所以它当然有下界 它是地帧的 但下界就是A1 底下 所以这个bundant原来是上面跟下面合在一起 但是对于地帧来说 下面是自然有 所以如果它有 这个是包含着两个的 它是地帧 有上界 或者是它是地匠 有下界 都要对 第二个定理 我们现在写得很简单 区间套 一堆的区间 事实上是一个sequence来的 是一个数列来的 它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就是越大的区间越来越小 然后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是什么 这个长度当然就等于BN-AN 是它的右端点减去这个左端点 那BN-AN如果是趋向零的话呢 那这两个大条件底下 我们就有以下的结论 IN所有的这些区间 它的交集 它共有的地方 是等于一个点 我们叫singleton 是一个点 而这个点呢 就是那个左端点跟右端点的limit 只有一个点 好 所以这个叫区间套定理 那个图画我们在上次讲的时候 也讲过了 然后呢 我们最后讲的是 这个Bosanova-Strasse Theorem Bosanova-Strasse Theorem 那它说什么 一个有界的数列呢 一定有一个收敛的指列 本身数列呢 不见得会收敛 有可能不收敛的 如果它收敛 那个收敛指列就trivial 它任何的一个数列 任何的指列呢 一个收敛的数列 它任何的指列都收敛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已经证明过了 那万一它不收敛 但是Bosanova-Strasse说 它还是起码有一个收敛的指列 那我们上次呢 是分两个状况来看 一个状况呢 是说它是有 无从相是重复的 它是事实上呢 以集合来说呢 它是有有限点的 那这个是还好的 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 因为任何的一个重复的点呢 就是一个收敛指列 那万一它有很多不同的点的 这个集合 An这个数列所组成的集合 有很多不同的点 我们就是 因为它是bunded 所以呢 我是 可以说这个An是在这里 然后就切 切一半 它一定有无穷点 无穷的不同的点在左边或者是在右边 其中一边 那我的区间呢 就是一个 第一个区间就是这个 然后再下来 可能是这边 那个是一半的长度 那就它应该有无穷多点在左边或者是右边 然后再切一半 看看这无穷多点 会留在左边还是右边 譬如说它在这里 然后再切一半 再切一半 再切一半 这样子 那就是有一系列的区间 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而且呢 因为是一半一半这样子切下去 所以 它是满足这个区间套的 那个要求 那它的长度呢 是去向零 所以我们就得出就是 这个 就要等于A 好 就要等于A 那这个A呢 就是左端点的极限 也是右端点的极限 事实上 那 然后呢 这个A 我左端点的极限跟右端的极限 这个 目前不再重要 那这个A会是 我在每一个区间里边 找一个点 我这里叫IK吧 我就叫AnK 找一个点 因为它有无穷项 每一个区间都有无穷项 我就是一个要找 每一个项呢 一个比一个大 一个比一个大 这样子 那我就找到这个AnK 会在IK里边 而既然IK AnK是在IK 所以它是在AK跟BK的中间 而AK跟BK呢 都是去向A 因此 它就是 AnK也要去向A 对不对 那 所以这个是一个 收敛的直列 那个图画是非常简单的 那写出来 还记得我们都写了一个黑板 那写出来是比较啰嗦 但是 所以 这个直观的图画是重要的 这里写错了 谢谢 它是一个淘一个 一个淘一个 那N越大呢 那个区间是越小 谢谢 这三个定理呢 我们大概是 如果你记得的话呢 是一个 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的 那 事实上它们是等价 今天呢 在最后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会说 这个是等价的 我可以先预告一个事情 这个是因为完备性功力 走出来的东西 那 然后 利用这个 我们证了区间套 利用区间套 我们证了Bossano-Waltstrand 这四个东西 算是等价的 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们假设 其中一个是对的 其他三个呢 我都可以推出来 其他三个是什么 完备性功力 所以它们在学理上呢 是非常重要 而这个是一个非常 有趣 非常漂亮的一个系统来的 是这样子 OK 可以讲一讲故事 这个Waltstrasse 上次我大概有讲一点 他很年轻 他事实上是大学毕业了以后 不是马上就 读上去 比如说像 他是一个中学的教员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很有兴趣做研究 那一直到四十岁 才当上教授 才进去一个大学里面 是柏林的 那但是呢 因为他蛮长寿的 他就要八十岁 所以在四十年间呢 他做了很多工作 那 做了很多工作 那在 尤其是在 我们现在高等维积分呢 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 都是他的 比如说密集数啊 集数的那些收敛的区间啊 Epsilon N的这种定义啊 虽然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所以他是我们现在分析来说呢 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好 接下来这个课题呢 我们就是要讨论就是这个 科西 sequence 哪里有一个问题的 我们要说明这个an 有limit等于a的话呢 事实上是 一直都是 前面的我们讲的 这个极限的要求呢 你得要先找到a 先找到a 再用Epsilon N的语言来说 它是受炼到a 再使用 大概基本的办法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用 比如说你 如果我要求limit 3n 你要先猜出a是什么 才能做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猜到a呢 如果很复杂的状况 没有办法猜到a呢 能不能做 那目前呢 还是有一个方法的 比如说 这个单调收敛定理呢 是可以帮忙的 那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可不可以不找到a 我就有limit 我还是可以说它有limit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命题 可否我们可不可以不找a 而说明它有limit 那目前是有的 这个方法 这个是 那个方法是 比如说 这个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是极数 这个数列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极数的部分和 partial sum 这个 就是 1再加2平方分之1 再加3平方分之1 再加4平方分之1 加到n平方分之1 这个定义大家都应该清楚的了 那这个是一个am作为一个数列 这个部分和本身就是strictly increasing 它是地针的 因为an加1 你就是这个在外面再加一个像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那然后呢 不难看得见它有upbound 它有上界 所以我可以利用单调收敛定理了 是说明它是有极限的 那极限是什么 极限很难找 我可以给大家答案 它这个作为数列 或者这个作为极数的一个和 这个的极限呢 是六分之π平方 那但是呢 要用蛮复杂的办法去做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在极数那边呢 你们学的时候呢 都是 我有办法证明它受炼 出炼到哪里 没说 因为没有统一的办法去做 但是 我们的极数的那个判别法 我们有非常好的几套方法去做 那 好 譬如说这个是一个方法 an an 是strictly increasing 然后呢 它是bunded above 为什么 怎么看呢 是说 an an 是 这个2呢 是小于等于1乘2 是这样 好 这个是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技巧的了 好 好 那 所以是等于1加1-1B-1 on 1-1B-1 8n-1 所以这个是等于2减n分之一 因为里边的东西都消掉 最后我们就说它是小于2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说 这个an是确定增加 利用这个monotone convergence定理 我就说limit an是存在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有的一个办法 可是monotone convergence定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我们很多数量都不是地增或者地降的 那如果没有地增地降的 有时候地增有时候地降的那种状况的话呢 那这个定理就用不上 那我们怎么样分析它呢 我们就要用到coxy sequence 这个更一般的一个手法去做 那它怎么说 这个coxy sequence呢 跟这个收敛呢是很像的 只是说我们收敛呢有一个a放在那边 coxy sequence不是 coxy sequence是说 收敛呢是说有一个a在那边 然后当我的小n越来越大的话呢 an跟a就要很接近 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coxy sequence呢 没有这个a它怎么说 它说当我的n越来越大 我的m也越来越大 am跟an是很接近 意思就是说这个树列的尾巴 尾巴那些像呢 大家互相很接近 那互相接近 是不是他们都会接近某一个树 那这个是两回事 这个是两回事 但是它的要求就是我互相接近 那互相接近 当然有一些资讯在里边 我们就 那所以这个我先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 互相接近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n分之1 那你看看那个am跟an的距离就是n分之1 如果我的m是比n要来的大的话 就是n分之1 减n分之1 那它绝对值呢 我如果简化这个的话呢 我会说这个n分之1 就在n分之1扣掉一点东西 那因为n比较小 所以呢 这个导数呢 是比这个大的 那 那这个绝对值呢 当然比n分之1来的小 那 这个是一个粗糙的估计 但是这个粗糙的估计已经够用了 因为 只要小n 够大的话呢 n分之1 当然我可以弄到它小于ε 那 这个整个布局就成功了 就是 所以这个做法呢 跟我们做limit呢 是 是差不多的 我就 我就 我就令这个大n呢 是大于ε分之1 那所以 所有的 大n以后的m跟n 我都有呢 我都有呢 是am 跟an呢 是等于 我已经不用多说了 就 从前面的我知道就是说 它们是小于n分之1 那 小于大n分之1 小于ε 所以 我们正到 好 就这样证明 结论是什么 这是一个Cauchy sequence 好 我们很简单 想它是 它是Cauchy 或者是说 它是一个Cauchy sequence 那Cauchy sequence 有什么特性呢 有两个重要的特性 有两个重要的特性 它跟 最重要的特性 当然就是 它跟 这个收敛 有多接近 那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议题 这就是 我们今天要 告诉大家的一个大定理 你Cauchy的话呢 就一定收敛 所以这个 当你Cauchy的时候 收敛到哪里呢 没说 这个A是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它收敛 所以它的强 是我们可以跳过去找A这个步骤 但是 当然了你还没找到A 它 还不能帮我们去找A 我们只知道 这是一个收敛的数列 但是收敛到哪里 我们不确定 那就这样极数一样 你知道它收敛 事实上很多东西可以讲了 你可以加减乘除 都会收敛的 那 这些资讯呢 会方便我们去更了解 这个极数 也是有用的讯息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大定理 我们sample一下 然后我会再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看怎么用这个定理 然后我们就来证这个定理 好